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澳门也迎来回归祖国20周年的日子 很多澳门居民表达了他们对祖国 对澳门的情感与期待 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都怎么说 我是国庆节出生的 一年的国庆节也是我的生意 特别是今年真的 坐在见识前面 我看见天安门广场那里 阅兵 其实我真的蛮感动的 我叫孩子们你们赶快看吧 澳门是一个幸福的地方 这是我们心里心里面想的 我们祝福的话 就希望国家越来越强盛吧 对吧 因为有国才有街 回归前 我父母都比较辛苦的 回归之后呢 我进去发展起来了 那我们家的条件也就比较好了 我就是写一些自己追梦的过程吧 自己想开一个咖啡店之类的 在澳门再继续发展 生活改善了 生活自然好的 然后人民安居乐业 现在的澳门非常的繁荣 在生活上我们很满足 很开心 政府很多对中小企业很大支持 我增加很多 每一年基本上 百分之20左右的增长一定有的 最多是机会 一定是机会的 看澳门因为祖国的支持 然后我们经济的发展很迅速 然后在国际舞台上面 我们澳门也越迈向国际 年轻人可以走出去 然后更多的发展 不只是大湾区 还有一带一路 也有迈向国际的一个机会 然后我们也非常的希望能够 就是在粤港澳大湾区里面 我们能够提供出我们的一份努力 我本身是从事教育的 所以就是在这一块会更有体会 因为学生就是有本地的 也有内地的学生 然后他们碰撞出来的火花 是非常的大 而且是也是真的是很正面的 我会用包容来形容澳门 在这里呢 什么文化都能够被大家得到尊重 互相促进彼此的发展 并且很和谐的共存 作为一个中国人 澳门人 我很感恩我的祖国 很感恩澳门 要学会感恩 才可以去享受每一件事情 感恩当下 珍惜 祝澳门也来也好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祝愿澳门人人安居乐业